这个身材风雨带肤眼睛的女子就是林秀慧 长期游所在影迷圈 总共诈骗一人大约1300万 她等于有点像老鼠会一样 她认识你 然后再从你的朋友再去扩散 我知道她就是用这些3C产品的交换手法去骗 然后都是便宜货 原来林秀慧她假装是娱乐公司的业务经理 化米凌儒 接近宋欣妮之后 和同伙一起虚设娱乐公司 透过电话跟宋欣妮接触 假装可以用7000元价码 买到全新的iPhone和其他便宜的3C产品 先让宋欣妮拿到手机取得信任 再透过她认识陀宗康 莱希美的艺人 用同样的手法诈骗 我曾经因为这个事情 直接是气到昏倒 警方侦破这起演艺圈最大的诈骗案 发现还在9年前 还诈骗很多立委助理遭到通弃 现在法官依照诈欺等16项罪名 派林秀慧23年5个月有期徒刑 宋欣妮仍在中国上海 听到判决 透过电话表示判得太轻了 直接我跟法官都真的希望他判死 19岁骗到现在42岁 那42岁他判23年 关注到65岁 看会不会再骗 想到骗子林秀慧 打着自己的名号 行骗演艺圈 宋欣妮就好生气 好在林秀慧跟同伙杨姓女子 通通遭到法办 下次遇到太好康的事 别再轻易相信了 东森新闻社会中心 在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